What's going on everyone? Welcome back to EWC 今天我們來是因為 前幾個月你們有看到我送高潮一隻手錶嗎? 那... 我發現他都完全不戴 我有點不太敢啦 我有點不太敢啦 我有點你幹嘛不戴 所以他就跟我講了一個點 我覺得 欸 蠻有趣的 他說他不敢戴 因為他怕刮傷 尻到 對 不是因為我已經很小心了 但還是有尻到 OK 真的很小心 我真的很小心 所以呢 我今天要拍這支影片 是因為我要帶他去包膜 我覺得包膜其實是一個 我之前很不喜歡做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是手錶收藏家 對我們來講 不要包膜會比較好 但是呢 我最近的一些想法又改變了 是因為 你知道我戴了一些手錶好幾年了 然後很多刮痕 那我想回去先拋光 拋光再去貼膜 可是拋光又有一些 I don't know 大家會覺得不好的地方是 如果你要把手錶賣掉的話 怎麼辦 因為你拋光很多手錶的行家 或是watch dealers 他們會把這個價錢壓得非常低 可是我想要問一個問題 OK 真的只拋一次他就可以知道了 如果只有一次他真的就看得出來 這個只有可能一點點 一點點 好問題 Yeah 這真的是一個好問題 對不對 所以 我自己是看不出來 但現在如果在拍 大家就知道我這支手錶會拋光 哈哈哈 那你不要賣啊 我不要賣 我不要賣 但是如果你用放大鏡 一個loop 去看的話 你就是比較專業的人 一定是可以看得出來的 那一試就可以 對 但是 貼膜上去 應該就還OK 進去之前 我先講一下好了 我們現在來到 Golden Shield It's not a paid ad 很有介紹我 來這邊 It's supposed to be pretty good Anyway 我們先看一下吧 好啦 哈囉 嗨 我們要來詢問一下包膜 我有帶一些手錶 我是Sunny 你好 你好 不好意思 我們在拍EWC 跟EMC的團隊的人 你有看過 酒養大名 喔有有OK 超級大專格 其實我們今天來是因為 我前幾個月有送 他一支手錶 一個Rolex 但是他不敢戴 為什麼不敢戴 我們比較少戴 我們比較少戴 因為我真的很小心 但還是會一直刮到 真的很小心 正常使用日常生活難免 你連可能賓士 保時捷調個車位都會 對不對 那個門邊 對 只是我之前是很不喜歡包膜的 有 有聽說 但是呢 我有被他說服 有被人說身邊的朋友說服 有一些手錶是我覺得 我之後是不會賣的 或是收藏著 對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很多朋友 最近開始推薦我去拋光 再去貼膜 只是因為我當手錶收藏下 我其實不想要拋光 你應該知道 大部分的廠家都不想做這些事情 對 因為我覺得有幾個點啊 如果真的有一天 不管是3年5年 10年後 20年後 我真的想要賣掉的話 很多 錶行 的人 這種 watch dealers 他們很在意有沒有拋光 特別是這個case 他可以看得出來 這邊越來越圓 越來越糊 他們就會覺得 這個價錢就會變低很多 是是是 我覺得你講得很好 就是因為手錶 如果說你只是正常使用細紋的話 其實真的不用拋光 但是如果說你有時候 如果有一些比較大的磕碰 有可能要補鋼 甚至要做更重的拋光 手錶會變形 我們希望就是說 在正常使用下 不要用太多的改變 然後稍微輕輕拋一下 我覺得OK 但是如果你已經撞到了 那只能靠包膜來保護它 不要讓它有那麼大的撞擊 好 不如我先給你看一些 我的手錶的狀況 我看一下 這個其實是新的 就是我太太送我的 可是呢我有一天真的就像他講的 撞到了 是撞到了 很用力 它還好沒有凹進去 可是這兩邊 其實算蠻重的 這樣算是蠻重的 這可能要拋一下 可是你們這邊有拋光師傅嗎 我們這邊沒有拋光師傅 但是我們有尾外的師傅 因為這個拋光 如果你拋得太重 或是拋到變形的話 會影響到手錶的價值 所以我們都是尾油比較專業的師傅 來做這個拋震 尾油其實也是比較 哇 也是比較你看這邊都是 整個都 整個都 所以我看到都覺得很心疼 但我一直都沒有拋光 我拋光我會很心疼 因為你知道 你拋光的時候 它金的這個成分會變薄 那我這個 我跟你的那個有一個很像 但是這個是黃金的 你這個比較厲害 沒有沒有沒有 但這個我覺得你看 因為我已經帶到好幾年了 這邊也是 全部都是 這個應該要拋光 這很深的 但是好的師傅他輕輕拋一下 不太會看出來 但是你這個 你真的算蠻捨得的 這樣這個表 弄成這樣子 對啊 所以我就是這樣帶著 就是 I'm a real watch guy real watch guy right here man 這種表都超貴的 可是我可以把它帶成這樣子 這隻應該也要拋對不對 其實三隻都很重 因為我是覺得說 如果你現在拋 然後稍微整理一下 然後把它包膜起來的話 真的會 你要留個一二十年一百年 它都永遠會變得很漂亮 那這樣子一隻是多少錢 一隻我們拋工的話 收費是九千八百塊 OK 然後包膜的話 大概是 快一萬 但是你的話 會給你打一個 大字的扣 那如果接下來 我再介紹Ryan 我是最好的兄弟 是 還有我們這樣子 可以有一個 像一個團購的這種 可以 價錢嗎 可以 我知道 所以如果看影片的人來 團購價錢也會有嗎 有一定有 有嗎 那等一下可以 可以跟你拍照嗎 可以 我們每天都想跟你拍照 很會 OK 好 要交換一下 要交流 這是要交流 I get it OK OK 謝謝你 不會不會不會 直接這樣走進來拍 真的也是這樣子 可以後面包一兩隻 然後試試看 試試看 對啊我們試試看吧 謝謝 不止嗎 一隻就有三百了吧 真的嗎 其中有一隻 所以這邊有一千萬 有可能喔 我有喔 就可以了 好 我們要再換吧 再來再隔二換碗 加一半個三百塊 太便宜了吧 大拿蟹 大拿蟹 多吃好蟹 它不是我的 它是我的啦 它是我的啦 你看這個 我不知道有沒有辦法看 但是你看 拋光完 法絲紋還在 直的這些小小的法絲紋 在這個裡面 你看這裡面都在 很多人問 到底要不要拋光 你們會拋光 還是不拋光 如果這支錶是你的 你們會怎麼做 Yup I already did it I polished it 那我們現在來貼膜 I'm actually really happy 其實我非常開心 這個師父真的是很了不起 I can't tell from the naked eye Good job man 這個師父超厲害的 我聽說 他是自己的一個小的工作室 剛剛我沒辦法去拍 說不定有機會 有一天我們可以認識一下這個師父 我們順便就是看一下 這個美女在做什麼好了 你會緊張嗎 這樣子有兩個相機 快點 給他壓力 這樣子會有壓力 左邊也不能看 這支是完全沒有拋光的 我已經戴了很久了 當然我買的時候 也算是二手了啦 所以之前 已經戴過很多年了 但是 你看看 這個差別 這個真的是 一塌糊塗 但是 所以 I think I made the right decision 你知道嗎 如果要包膜的話 我覺得建議大家 還是先拋光好了 所以我們今天 至少可以把這支貼完 然後高潮的那支貼完 所以 好 享受 繼續看 OK 我們現在正在等他們貼膜 所以 我來給大家看一下 First Look 我們跟Unknown Domain 這是一個 collaboration 這是一個 collaboration 這是黑和白的 在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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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邊當然還有這個 硬跟仰這個 但是我們 有一個 DMC的盾盤在這邊 Bottle Check this out Yeah First unboxing So this is the white and grey 這個白灰系列的這一雙 我覺得超帥的 因為 Every guy needs one pair of white sneakers 這一雙 有搭配一點 這種Racing Checkered Flag 還有一個賽車棋盤格紋 肌皮 前面 後面都有 然後 Of course EMC SHIELD Logo And the unknown domain logo Right here And 大家看看 裡面超帥的 嗯 Yeah 那這個的話 鞋底就 比較簡單一點 因為我覺得 We gotta keep it clean So 我們這一次的活動 其實是pop up 會有兩天的活動 1月13日 會在台中 NMR一中街的二店 OK 那我們差不多 五點鐘開始 That is where you get the shoes 只有在現場 可以 買到這些鞋子 然後我們還會有 限量的一些衣服 所以大家 那北部的朋友們 我們1月14日 會在南港的特波咖啡廳 那邊也會有一個pop up的活動 所以記得 1月13日台中 1月14日台北 Here it is OK 所以現在烘乾完了 嗯 你有什麼特別要注意的嗎 就 現在上面還有一點小水器 在這裡 OK 所以這些水器我也不要去擠啊 都不要去擠壓它 大概一週 它都會散掉了 OK 那這段時間都是可以正常佩戴的 那一週先不要放在錶盒裡 先不要放在錶盒裡 為什麼 因為潮濕 讓它的水器散乾 然後一週不要下水 一週不要下水 OK好 這次也會不會讓它加水 但是對 哇 Check that bad boy out 這個就是 GMT Factory Set Baguette Diamonds Plus the Black Diamonds 你知道嗎 I'm pretty impressed with the wrap right now 像一隻新的一樣 You know And just keep it in good condition I mean 我的車子我都會包膜 So Why not do this with my watches Right It makes sense So I have this dude to thank for it 因為他一直想要包 所以 我之前是完全 不包膜的一個人 所以今天我是因為 You know Cause of him I did it 我知道 There's gonna be a lot of watch collectors 很多收藏家會覺得說 Oh no You shouldn't do it I think I like it You know In the next vlog 再說一下 How I feel After wearing it 我側面帶一陣子 不喜歡了 那我就拿掉 但是如果我喜歡的話 I'll probably do more 但是因為我要回家吃飯 我女兒在等我 And Ending 我就讓高潮做好了 Alright guys 我們要啦 好啦 Happy New Year 這個是我們2024年 第一支Vlog 希望大家會喜歡 And I'll see you guys on the next vlog Peace out Have a good year everyone Erling Ersinian We're going to the moon